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8日感恩节 我们这边已经变得很冷了 看我都戴起了这种帽子 这一次我们的主角会是 他 我 嗯 其实不是 是我们的皮卡 具体的来说呢 这次我们感恩节的旅行是用皮卡拖一辆房车出去玩 我们在网上租了一辆房车 所以现在我们想去取车 感恩节的上午路上都没什么车 我们到了这个取车的地方 但是发现这好像是一个二手车垫 然后我看到远处有一辆那个房车 感觉 你转开它 嗯哼 当你在那里 然后它钻上油 或者我说 你转开它 好的 转开它 现在它是 对 你需要去外面 好的 对 你需要去外面 只要去外面 你需要去外面 所以你需要去外面 所以 你需要去外面 这 确认 当你转开它 你知道吗 在那里 在那里 你需要去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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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房车 是一个拖车 它是放在车子后面拖着 就是在这边 连上我们车子后面的拖车钩 OK 我们的车已经组装完毕 现在它们已经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出来了出来了 哇塞 走了 哈喽大家 刚刚租给我们拖车的大叔 帮我们把车从停车位里面开了出来 非常艰难 于是我们现在就要踏上我们的旅程 好紧张呀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开过拖着一辆车的车 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们需要先回家 把我们的行李收拾一下 到家了 没想到它这么长 我们本来想停在家门口的一个车位上 结果那个车位有人停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停在我们家车库门口 现在是下午2点46分 本来呢 我们预计今天早晨10点钟去取了车 可能11点就出发 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家 因为就是超级多东西要收拾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放在后备箱的 这一箱和那一箱都是食物 然后这是我们的被子什么的 然后水 这个后面 后面超级多东西 超级乱 追果 然后有我们的摄影器材 这边有两个双肩包 里面是我们的衣服啊 什么洗漱用品之类的 然后我们带了一下啤酒喝的 然后这一整包都是零食 这边都是一些什么过碗瓢盆 食材 两双鞋 这底下还能看到一点点 一个西瓜 还带了三本书 以防在那边实在太无聊 还带了这种手术手套 以防在那边太无聊要做手术 现在小哥哥他 迫不及待要炫耀一下 他把这个连在一起 然后呢 他搞了一个非常非常丑的 好像是为了把我们的转向灯 刹车灯 还有尾灯 和这个拖车的连在一起 小哥哥很怕这个拖车把我们家给撞破了 OK那走了那我呢 好激动哦 但是今天我们到房车营地的时候应该会很晚了 应该天都黑了我有点担心我怕我们不能成功的把房车设置好 今天本来早晨天气是很好的但是这会儿天气突然又变成了阴天 看一下小哥哥 今天没吃饭 今天早晨我们以为有时间吃饭 结果其实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其实早餐和午餐都没有吃 现在小哥哥快饿死了 总体来说拖起来车跟开正常车没什么差别 跟开本身开它没什么差别 有一点差别就是好像拖的有点吃力 看开到60升就非常大 看看那边有一道彩虹 现在在路上已经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吧 目前体验还行 除了就是偶尔会觉得那个车的惯性比较大 稍微有一点点甩以外其他都还没错 刹车最后一脚特别难上 刹车的最后一脚 就一根盖都很好刹 然后最后一脚菜多了 后面的轮子就 刚刚在一个红绿灯那边 我们刹车 刹到最后就听到那个链的声音 我们现在在152上 路边有一些当地的农场在这边摆盘 到了一个加油站 现在给它加点油 OK 然后慢慢走 我们现在还在路上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哈喽 大家 现在下着雨 我们到了我们的campsite 这是我们的 这里面是一张我们的停车卡 然后一张地图告诉我们我们的营地在哪儿 还有就是一个收据 我现在在厕所里面 然后这里说响尾设计已经开始了 好可怕 哈喽 我们到了现在在下雨 然后现在我们的那个抽油斗后备箱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都湿了 但是呢 好在他们都是有个盖子的 我们现在在把所有的叉头都插上 电头面 好像是我觉得可以 水呢 在这儿 有点漏 那儿 那个没拧紧 这个这里 这里 就能这样了 哦 你这样用我马上出来关一下 你稍微再脸色吧 这个 那看这个 打开了那个隔层以后 突然 这个房车里面就变得特别宽敞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房车里面 我们的床 我们的床 然后这是厨房 今天晚上我们吃火锅 星期太好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在吃早午饭 这是我的泡面 牛奶 我的饮料,老陈醋 今天我们是早上11点起床的 然后起床以后我们就吃了一个早饭 现在是大概12点多 我们打算出门逛一逛 因为今天天气还是不错 这个房车营地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感恩节的关系 没有什么人最近 早晨起来想连下水道 发现管子不够长 导致我们还得现在挪车 现在仍然在我们的营地 现在已经大概是下午2点了 顺利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设置好了 看,这是我们的污水管道 就是我们的扁扁啊 那个生活污水啊 都会从这里面走进去 走到这里 反正我们现在房车是彻底的设置好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住在里面了 汇报一下 昨天晚上我们睡在里面 虽然没有污水处理系统 但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本身 有一个水箱是可以储存一些这种污水的 所以我们昨天反正吃喝拉撒 都没有什么问题在里面 然后睡觉的话里面的床还挺大的 两个人睡反正挺正好的 我们昨天睡的都还不错 但就是它的空调声音很大 所以导致我们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空调的声音吵醒了好多次 在下冰雹 我们在这儿给你干嘛 我在哪儿? 我天 我觉得好冷 我觉得你大伙上车以后换成我们的旅游服 小哥哥冷不冷 冷死了我要穿小马甲了 小马甲? 摘一个小哥哥身边 好 到了一个游客中心 是时候的天气很好哦 我们现在到了红山国家公园 我几年前来过这边 然后看到了黑熊 看这边到处都有关于黑熊的警告 黑熊居然跑到车里面 好可怕呀 国家公园里面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由于一场暴风局 公园里面有很多路都封了 也是由于我们到的比较晚 也没什么玩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先回来 明天的话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边的入口去 国王虎国家公园 这条路必须要带着雪垫才能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买一个雪垫 今天晚上我们回到我们房车里面 要吃烧烤 超级开 耶 看小哥哥现在他困困的在开车 然后他把自己缩的跟个鞍唇一样 有个圣诞树 哦 我们逛完沃尔玛出来 发现天已经黑了 看 我们居然没有在沃尔玛里面找到雪垫 好尴尬呀 但是我们买了洗碗布 因为我们房车里面没有洗碗布 小哥哥吃鸭脖吃到停不下来 完全天天 准备晚饭 蘑菇 茄子 火爆鱿鱼 准备切条 看 等会儿吧 还烤了就好 我们今天晚上是吃烧烤 我们看 我们带了一个这样子的烧烤盘 刚刚切的一些蔬菜 然后鱿鱼 那边是两盒我之前在家里面腌好的肉 然后我们今天的饮料是 蓝月亮 快乐 今天我们的早餐是咖啡加泡面 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三天了 现在是上午大概十点半吧 然后我们就打算出门去 Kings Canyon 国王谷国家公园去逛一逛 看一下 小哥哥在那里忙碌 看昨天设置的还挺稳的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水管有些漏 反正我们不用的时候尽量都会把它关掉 这样子节约一些水吧 看一看 看我们的污水管还是挺顺的 这感觉好像是老鼠洞 田鼠洞 不会是蛇洞吧 昨天出发的时候怕这个车子滑 所以我们放了两块木头 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问题 周围的邻居们还是昨天的那些人 基本上没有变 我猜他们都是长期住在这儿的吧 突然发现我们营地有一棵 这个是什么树啊 上面结了小果子 有点像橄榄 我们刚刚走错了路 结果现在五个地图 把我们倒到了人家的果园里面 我们现在在人家的果园里面穿梭 哦 看见山了 感觉到了太浩湖 白蒙黄的衣服 这一带呢是学校大学练的地带 小哥哥现在很紧张 好了 四驱 在这里晃一下 四驱 不要去 不四驱 OK 走吧 小哥哥换四驱 上去 OK 我们到了公园的路 看这个圆润的弧度 有一种北欧的感觉 我们现在到了 Kings Canyon的游客中心 这边四周都是雪 特别冷 所以我已经穿上了羽绒服 看一下全副武装的小哥哥 冷不冷 不冷 我看一下车 怎么会 我怎么冷要命 看那边的冰柱 我们到了一个徒步路线的入口 现在这里是停车场 这应该是Segura trees 就是巨山树 OK 我们现在要去徒步 这个徒步应该很朵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穿着那种雪鞋 看一下 就是这种 像滑雪板一样 看这个树 好冷 看一下后面的小哥哥 这个树都倒了 看这个 倒了的树 有点力 有意思 走进去看看 小朋友们都在玩 雪地轮胎 有点像高贵妃 带的还挺老的 刚下的雪 走几路来咯吱咯吱的 这里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伤疤 这辣的雪 应该是刚下的 特别松软 天马流行泉 小拳拳打你胸口 一路走过来发现 小哥哥不是一个人 这是其他人留下的天马流行泉 好几个 但是能看得出来 他们手臂比较短 看前面来了几辆大脚车 感觉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车 然后他们进行了一番 硬核越野 我猜 哇 这个底盘怎么突然顶出来了 我都是雪 肯定在雪上 快快快 这里有几栋临终小屋 湖已经结冰了 冷 冷 我们现在在回去的路上 看这里的树 不如张牙舞找着 小哥哥强烈要求我给他拍照 这儿要把他的圈子 宝贝 一块 阿 我们到家了 那是我们的房车 今天晚上是吃螺蛳粉 豪华版螺蛳粉 今天我们的晚餐 螺蛳粉 啵啵鸡 口乐 檸檬茶和鸭掌 我们现在 要出发了 小哥哥正在打包我们的后备箱 我们把车子里面收拾的七七八八的了 然后还有两个行李箱看 空无一物 OK把我们的小隔间收起来了 小哥哥现在正在拔电 先把这边电源这一头拔 我们现在已经把物水管清理了 现在它挺干净的 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水管 那个头 这头拔不下来 我们不知道怎么弄 现在小哥哥做最后一番尝试 等一下呢 我们就先把车屁股上面的钩和这个挂上 然后我们就把这几个撑脚给撑起来 我刚刚提前问隔壁邻居借了电钻 这个东西 我们的没电了 果不其然他还没有把它拧下来 小哥哥终于把它拧出来了 OK现在小哥哥去把车开到合适的位置 好 往左打一点 再往后倒一点 完美 看一下 好 这个起来了 看一下 这个也要上 最后一步要跟这个银帝说再见了 对好了 然后这个也要关掉 拿机放车后备箱上 这个一包是可回收的一包是不可回收的 好 银帝一般会有电水 然后还有排水槽 车上呢会有两种排水槽 一种是灰色的一种是黑色的 黑色的就写比较脏的 跟码头有关的 灰色的呢就是普通厨鱼生活污水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是排水槽的总管道 比较脏的黑色这根管道 管道比较粗 因为它是跟大便有关的 然后厨鱼呢这个比较细 这边呢可以分别开 然后这边呢通过那个管道 连到这个下水管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两个都打开 今天的思路是呢 因为为了为了让我们之后管子比较干净 所以我们今天是先开的这个 然后它脏的东西先走 然后我们这又开了这个灰色的 让它灰色的东西再把脏的管道充一遍 这样出来以后我们的管道就很干净了 一般房车呢就会有这么些接口 水的接口 新鲜水 电的接口 卫星电视和有限电视 这是一个水的喷头 其他东西我也没用过也不知道 再往前走 直直的走 直直的走 OK拐 可以拐了 司机感受怎么样 很害怕 继续往前开我们 而且我觉得这个车很吃力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费油呢 拜拜我们的营地 拜拜 我们现在呢已经在回程的路上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房车旅行还是非常可以 尤其适合那种有家庭的 一个家庭一起出行 比如说带着爸爸妈妈呀 或者带小孩啊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到比较好的房车营地的话 设置也是比较清晨 就跟旅馆也差不过 好处就在于你不用折腾来折腾去 换旅馆啊 每天都收拾行李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非常方便 路上又下极了雨 然后我们在152上 这是一条盘山的高速 泰国房车还在后面 没有被我们丢掉 哎呀这个车 上前它简直太吃力了 又从白天开到了黑夜 就快要到家了 就这样拜拜 我们现在在还车 停进来 哎呀好像弄到那个电线了 OK 但是他们把这个电线给扯到了车顶 现在喝砸吧 谢谢 客气 感谢观看